物人圓夢初期要致盛 歡迎收看起開得盛 我是亞洲投庫分析師張家豪 現在的時間是早上的10點26分 我們趕快來看一下目前加權指數的走勢 目前加權指數是小漲了14點 到在8435點 不過今天期貨的走勢就特別的精彩喔 主要的原因在於 今天下午1點半 10月的摩台起即將進行結算 那在結算之前當然就會漲跌比較無序 漲跌失去 互漲互跌 拉高拉低 我們看一下喔 早盤突然1分鐘拉上去 最高點來到了8460 接下來馬上又灌到了8405點 這前後還不到3分鐘的時間 上下 上衝下洗 那我們怎麼去操作呢 我們操作期貨 操作加權指數 一定要先抓清楚 現在到底是多頭結構還是空頭結構 只要保住這個原則 管它盤中的上衝下洗 我們心都很安定 所以我們趕快來看一下加權指數 目前加權指數 是一個多方格局還是空方格局 其實我們用簡單的工具來幫我們做一個檢視 這一波下跌以來 到目前為止還沒有突破這個高點 所以它還是一個下跌的走勢嘛 那下跌走勢它的主要的壓力區在什麼地方 我們透過波段移動均線就可以幫我們抓出來 1 2 3 4 5 6 7 8 到今天為止是第八天 所以我們給它一個8日的波段移動均線 給它8日的波段移動均線 我們看到8日 我把它放大一點 8日移動均線目前的價位是在8407點 那目前是不是早上一開盤 其實它就遠遠的突破了這一個均線 我們看前兩天 是不是一樣收盤的時候 其實都已經站在這個壓力區的上面 那壓力區的上面 最主要的壓力是在下面 那站上去之後 多頭格局當然沒有變啊 可是我們看到期貨的話 就發現 其實更精采的在期貨 這是台子起的連續圖 其實我們看到早上的這個上沖下洗 它已經正式突破了前波的高點 創下了波段以來 今年波段以來的一個新高點 8460點 那我們去看 它突破之後會不會做一個急速的拉回 其實同樣把握住 你用波段移動均線去抓它的多 多頭格局有沒有真的被破壞掉了 空方格局有沒有開始產生了 用這樣子簡單的解釋 我們就可以知道 怎麼樣去做一個佈局 管它盤中的上沖下洗 其實就不用去跟著隨機起舞了 以上是我的看法 感謝您的收看 我們下次見 本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謹慎評估並制服投資風險